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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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这次活动付足了很多的汉手 你们辛勤的耕耘将会得到丰硕的收获 我相信一会儿他们的掌声就是你们最好的回报 此时我们还要更感谢我们的首任会长许昭辉先生 他在15年前唱建了这个平台 我们资金会这15年来 他偶心力所 是我们资金会今天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或缺的 我们给许昭辉会长给点掌声 第二我要感谢我们的我的前任 也就是第二任会长 孙敬福先生也就是刚才那位帅哥主持啊 他辛勤的在资金会长的这个位置上 耕耘了六年 他付出了很多 他的才华也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我这个第三任的会长参考得很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摆得上台面 我现在不戴老花镜 我戴上老花镜也没找到 然后我又戴上我的那个 找的那个显微镜和望远镜 也没找到可以摆上台面说的事情 那么在这三年当中呢 但是我今天说什么呢 在三年当中呢 我们的会呢 有不少新会员加入 这些新会员呢 和我们有些不同 因为我们在唱会十五周年来的时候呢 都是我们在这里打拼了十年 到现在已经是在二十五年以上的 这些老子亲 那么呢 他们呢是新一年 是随着子女而过来的 那么他们过来 为什么我今天着重谈这个 其实和十五周年没多大的关系 但是我还是愿意在这个上面 因为我当会党的三年半里面呢 我看到一堆很多的一些现场 那么呢我想今天在这里呢 所谓的提比方 大家呢都和我们之亲的经过的生活呢 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这里不是做什么报告啊 这不是我自己的有感而发 而且今天的发言还特别 我的发言在发言前半段 后半段有我们的知青外带 他们新会员和老会员之间的差异在哪 他们随着子女过来 他们的子女一个一个都非常出色 游在这里 他们都事业有成 但是你们想过 这些知青外带 你们想过你 当你们 当你们的父母 在你们这个世事的时候 他们和你们过得结团不同的 为什么今天我在这里 不说那么多知青的这些 我们不是怨父 我们也不想说 我们受了多少苦 在茶队的时候 我们受了多少苦 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 已经成为故事 对于过去 过去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和理解 他的认知决定了他的人生 我们不会纠缠在过去的这些不幸 或者灰狂扬 或者灰狂扬 今天我在这里跟知青外带说些什么呢 简单的说 富贵在你们这个年龄 或者是要比你们这个年龄 要年轻的多的多的时候 他们多么可以永远 你们可以说 我们也不一样 今天的世界竞争那么惨烈 谁永远都不一样 自清二代人你们知道吗 当父母把你们从祖国送到澳洲这个图上的时候 他们至少要给你们准备一年的生活 我做了大量的了解 他们很不容易 他们我在这里 我看了我会里面的这些新会 好像没看见你 发现有贪官 就是有贪官 他也要冒着坐牢 杀头的危险 把你们送到这里来念书 为什么他希望你们过得更好 今天你们事业永迟 是你们回报家庭 回报父母养月自恩等事害 我说的这一个绝非为言总体 让他们生活在有家的感觉 我每次回来 我到了十年 我都会叫你什么 回家来 到家来 感觉真好 为什么 因为 我跟了很多我们的新知青会员 在交流的时候 他们呢 好像有时候呢 觉得没有被家 这个在这里家的感觉 他们觉得家还是在中国 这就是代沟和国沟 什么叫国沟呢 就是国与国之间的 Go 还有 我呢 我们现在开始已经都是六十多岁 已经开始老了 身体各部位的机能呢 也都出现了 请你们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包容和理解 我们也知道 我们 疾病与我们同行 我们并不惧怕疾病 我们也不想战胜疾病 因为我们不可能战胜疾病 对你们年轻人来说 你们 努力 你们的明天会更好 对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 我们努力 明天对我们未必更美好 但是我们会过好每一天 我想 我们的要求并不高 让他们在一个无人下 让他们有家的感觉 下面呢 我的下半段呢 我想请我的 潘娜 我们的知情爱的 来完成我们这一段 由大家掌声有请 丹丹小姐上台 我胆子还蛮大的 我没有稿子 但是我在脑子里有想过 今天能够站在这边 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能够在这边说话 不是因为我为知情协会 做出任何的贡献 其实我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我想能够站在这里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一个 比较典型的背景 我的爸爸是一个 在北京长大的广东人 我的妈妈呢 是一个在上海长大的 胡锡人 而他们去的东北 相识相知 最终有了我 然后又带着我 去了不同的城市 所以所有的这些曲折 都是因为 我们曾经有一段 特殊的历史 这是青年上山下乡 而我就是一个 typical的知情子女 如果没有知情 就没有我站在这里 让他讨扰大家这几分钟 所谓知情 老实说在我20岁之前 我是没有概念的 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听我爸爸说 啊 东北啊 就是棒打刨子调咬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我妈说的东北呢 大部分的时候就是 在雪地里刨上一杯雪 撒上点糖 你就有冰棍吃了 很多东西都非常美好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 他们带我去东北 参加知青的20周年纪念 那是一个真真正正 纪念他们青春的地方 我也头一次看到了 我爸爸自己亲手盖的 拉河边盖的房子 实在话质量真的很差 一点火就会到处冒烟 然后我妈妈曾经 乏树的照片里面 冬天穿得像个狗熊 夏天就像背着一个文章 到处走 因为那儿的文字 实在是太毒了 我才刚刚有了 基本的印象 原来他们的青春 并不那么容易 后来我出国了 我头一次真正当上了 移一代 移民一代 我开始面对 一个新的城市 新的国家 不同的挑战 这时候再慢慢想想 我父母在我这个年龄 甚至更小一点的年龄 他们所经历的挑战 远比我的要大得多 知青知青 所谓知识青年 本来应该是在那一个年代里 最有知识的一代 可是他们却在 应该学知识的时候 从大城市分配到 不同的偏远的地方 无论是他们愿意 还是不愿意 每天却是坐着 面朝黄土背朝天 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 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东西 为什么在我父母口里 从来都只有美好的东西 而没有苦 我猜想 也许是因为 在这样一个 半军事化 又半学校化的 一个集体生活里面 他们变成了一个 大熔炉的环境 每一个人 既不是一个 纯粹的北京人 又不是一个 纯粹的上海人 甚至不是一个 纯粹的东北人 他们变成了一个融合 他们身上 有那么多的颜色 因为某一个 共同的 那个时代特有的 那些信念 而一直坚持下去 所以他们 是那么的独一无二 我父母来了 应该讲几个故事 对不起 我爱讲故事 我们在澳洲 买的第一个房子 因为钱不够多 所以地势非常不好 后面有一个 很大的鲜过 我妈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问我 怎么整啊 嗯 鞋坡变梯田啊 我是开玩笑的 鞋坡变梯田 可是他们当真了 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不分白天黑夜 真的把上面的一层土 移到下面一层 中间建了一层长城 把鞋坡变成了梯田 由此我父亲 我老爸得了一个外号 叫徐公宜山 可以说能够吃苦耐劳的人 我相信有不少 但是能够吃苦耐劳 还没有怨言的人 我猜应该是知青的特点吧 我记得有一次 我带着我爸去看专科医生 专科医生说英文 我帮我爸做翻译 医生说 你为什么来呀 那意思就是 你生什么病了 而我想都没有想 直接就放给我爸 我爸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肩 非常深情地说 就因为他呀 在他心目中 他来澳洲的所有理由 只因为我 我猜所有的富一代 应该都是同样的理由 为什么来这里 在占60来岁 甚至70来岁的年龄 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家人和朋友 来到一个语言不通 又同时不懂得规则的地方 他们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老年的小孩子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帮助 可能就只为了这一个子女 他们要重新适应所有的一切 我记得我带着他们去美国旅行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船长跟我说 你父母应该很以你为好 你能带着他们出国旅游 我说实在话 自豪的不是他们 是我 因为在这个年龄 他们能够生活到一个新的环境 并且投入到其中 享乐于其中 还好好的感受到自己的生活 这不是我应该觉得自豪的地方吗 真的 我的爸妈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在澳洲 有七年了吧 大概从第二年开始 他们的朋友已经多过我了 我在澳洲生活了15年 可是走到伊苏的大街上 打招呼的都是对他们 我很确定 根本跟我没关 他们在到处交朋友 他们参加了那么多个不同的团体 很有幸 我跟我老公也跟着插火 一块参加了不同的活动 可以非常有私心的说 在参加的所有的活动中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知青协会 他们太特别了 他们那么的有激情 那么的有色彩 想唱就唱 想跳就跳 随时什么时候都可以演个节目 我也不得已被拉了两 演了两个节目 有时候我在想 为什么呢 他们会那么的不同 也许就因为 他们的青春 在知青这个大环境下 被永远地定了个格 当你再在他们面前提起 知青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们的青春 自然而然地被永恒了 我知道 知青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词汇 在很多年之前 他们变成了那一代的年轻人的 或许好 或许不好的一段经历 这一天确实翻过去了 这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那是热情 那是接纳 那是宽容 那是坚持 那是不抱怨 在他们身上 我也希望我们所谓的这个 下一代的新知青 或者是所谓的一一代 或者是一二代 能够把它 慢慢地传承下去 理解万岁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理会长 这么精彩的发言 更要感谢 我们的知青下一代 这么理解我们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understanding Thank you 下面我们有请 我们的创会会长 许兆辉先生 给我们说上几句 有请许兆辉 各位嘉宾 各位知青兄弟姐妹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这里成立十五周年 这是我想 回忆当中 我十五年前 这场景 历历在目 那我们在座 有很多创事会员 他们跟我呢 共同走过了整十五年 所以呢 在这十五年中间 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度过了这个难关 到今天呢 他们个个都很健康 生活都很好 所以呢 这是在体力上呢 稍微有点变化 头发 白头发多了 饭量小了 酒不干乱喝了 这是我的选择 哈哈 那怕那个 一个 热的事情不干 不干 干多了 所以呢 该退休的就退休了 有的带生意的 带生意的 都有 那么所以呢 今天呢 在场 来了 我们不管新会员 还是老会员 我们都是五十年代 出生的人 跟共和国同理 那么我们呢 经历呢 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那我有的时候 做这些想 想我的经历的时候 我脑子就想 这好像是 上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上一辈子的事情 好像不是我们这一段 好像我过了两次了 感觉 这是真的 好像这不可想象的 因为那时候 的确是 这个场景 不可思议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今天 那十五年以后呢 我们今天 在这里 这一国他乡 聚在一起 我希望大家 珍惜这个组织 珍惜身边每一个人 过话每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许会长 下面我们有请 我们的上任会长 孙静福先生 给我们说上几句 有请孙静福 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这个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 关于这个发言 那刚才会长和这个前任会长 已经讲了很多了 澳大利亚知青学会 走了十五年的历史 这十五年里面 与所有的知青会员的 这个相互团结 协作 有了很大的关系 那么我在这里面 尤其中的感谢 广大知青会员们 这个同心同德 同心同利 把知青会 发扬光大 我们走到了今天 那么 还要说的就是 我们知青会 这十周年的时候 已经做了几年 这是十五年 而我们的年龄 现在已经是 快要到六十了 我希望下面 还能够见到你们 在下一个十年和十五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下面我们有请 知青协会常务副会长 陈以刚先生 给我们说上几句 有请阿刚 他的名字叫阿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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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会会员们 还有来宾朋友们 大家晚上 今天 我作为一个知青会员 这次机会我非常由衷地感谢我们的许昭辉 创委会长还有那个曾经福 第二轮会长还有我们的新闻会长李炳恩 还有那么多的幸劳会员 正是他们的长久以来的为资金会不细地努力付出 才是我们资金会走到了现在 十周年来那场规模庞大的那个演出 我们记忆了一心 现在很快就五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这个年龄这五年来 很多人先头上已经多了一点白发 那个脸上多了一点皱纹 但是我们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年龄 很多人看上去都是那么精神焕发 看上去精神面目都很好 因为那个以前的我们的资金年代 那当生活那已经随着的时间 那个流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但是那是我们资金的那时候 那个我们的资金生活 平衡了我们那种资金赖了 所以互助互爱的精神 还一直在 所以我们的资金会 要促成发扬那种精神 以后呢大家要相复相识 大家要那个父亲父爱 大家共同把那个资金会 好 这是我的最大的心愿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先拍一张照 请所有的领导和今天上台的演员 请你们上台 我们先照个相 然后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 谢谢大家的媒体 谢谢大家的媒体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收到了好多贺电 是其他社团的 还有中国的 还有我们的非常有名的作家 知青作家叶欣先生 我先读一下 北京之声合唱团 张团长的贺电 知青协会的李会长 李会长 创会会长 各界人士代表 知青协会和北京之声 和昌寒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下午好 热烈庆祝悉尼知青协会 成立15周年 知青协会 在会长和知青同仁的努力下 在悉尼华人和各界人士中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 在这次15年的庆典活动中 北京之声合唱团 受到会长和同仁们的邀请 有幸参加知青协会 成立15周年庆典 我们合唱团全体人员 非常高兴 同时也感到十分荣幸 谢谢大家 对我们友好的合作 和传递的信任 我受华西艺术团委派 到深圳 参加国务院侨办 和海外侨包举办的 半个月的交流合作会议 所以不能前往直接表示祝贺 在此深表谦意 再次代表我团 向大家表示真振的感谢 最后预祝知青协会 15周年庆祝活动 圆满成功 谢谢北京之声合唱团张灵 还有好多信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下面一封 是我们知青协会的老朋友 叶欣先生发来的客店 他说了15年来 澳洲知青协会 在各位领导的领导下 组织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 在海内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是这一次 他五月份来到澳洲 出版了涅菜的英文版 在首发市上 很多知情清零现场 出席会 令他感到吃惊 而且还有很多当地的 他说的是老外 他们都来了 他感到非常的感动 中心的祝贺 澳洲知青协会 常青常青 美丽美丽 他是在贵州 贵州孔子学父 发出的这个贺店 下面我再说一下 由朝鲜 接龄 接龄自治州 朝鲜族 他们发来的贺店 李会长 文姓澳洲中国知青联谊会 成立15周年 我们接龄 研编知青联谊会 仅向你们 至于热烈的祝贺 祝福澳洲知青会 同仁永远生气勃勃 15年来 澳洲知青协会 在徐赵辉 孙静福 李炳文 三位会长的领导下 举办和组织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 在海内外 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是我们后知青时代的罗卡 我们衷心的祝愿 澳洲知青联谊会 再创辉煌 在今天欢乐的日子里 我们以朝鲜族 最崇高的礼仪 献给你们 颜边知青 石土音 那么我要加一句 因为我们今天有许多 非常美丽的服装 都是他从中国给我们寄来的 我先表示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